自制暖暖包有可能制成炸药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市售暖暖包常见有两种 液态暖暖包是利用扰动触发内部的 醋酸钠过饱和溶液 使其开始结晶 当化学件形成释出能量时 同时放热 而留言中自制暖暖包危险 则来自抛弃式暖暖包 自制抛弃式暖暖包里面的成分 其中铁粉为可燃物 盐溶与水则会产生加速铁粉氧化的氯离子 以市售暖暖包的调配比例为根据 设计不同比例来实验 结果发现就算剪开暖暖包 努力搓揉让铁粉氧化 温度最高的是市售暖暖包这一组 来到摄氏67度 而即使更进一步混合10包 市售暖暖包一起搓揉 最高也是83度 皮肤直接碰触很烫 却远远不及让铁粉燃烧的温度 虽然这次实验 因为铁粉氧化放热温度不足 并没有发生燃烧或是爆炸 但铁粉毕竟为可燃物 自行调配方法甚多 建议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自制暖暖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